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校园面积高达9000平 有优良的国内外师资跟五星级教学设备 是中部地区著名的名门校园贵族学校 不过学校最近推出所谓的睡衣班 强调学杂费、交通费、住宿费跟伙食费全免 预估可以省下30多万的费用 让学生没有负担能够安心轻松来上课 其实我们的师资在引进我们的睡衣班以后 我们其实是更注重 家长很注重 其实学校更注重 因为不是优秀的孩子进来就是没事了 尤其优秀的家长 他们更需要知道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一些 我刚刚说过一些软体上的一些配备给他们 6月26号上午10点 长春藤中学特别安排多名学生 搭乘免费校车穿着睡衣到校 凸显强力吸引自优学生入学的决心 许多学生跟家长对于学校的睡衣班制度 也表示相当欢迎跟肯定 很好 就是学校给我们营造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氛围 我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很好的 就是他注重学生个人特质的发展 就是不只注重成绩 就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才是升学的赢家 我们家长对于长中的学生可以穿睡衣上学 是很赞同的 为什么乐在其中的学习 快乐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模式 长春藤中学表示 去年新的团队进驻之后 更新许多校园软硬体设施 还有加强环境的绿美化 让学生们可以用更自由更快乐的心情 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学习 培养正确的人生观 增加社会竞争力 未来长春藤中学会持续强化教学阵容跟教育理念 成为全亚洲教育界一颗闪亮的星星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罗军英 台中报导 未来 announcements 感谢观看